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他灭亡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丝悬念 曾经的辉煌和泄目的落寞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将军 中山国使者求见 让他进来 公元前407年 魏国将军岳阳攻打中山国 但其子为中山国效力 大人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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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山君碰杀了将军的儿子 少人无关 少人无关哪 少人无关哪 告诉仲山君 岳阳吃了儿子的肉 过几日就吃他的肉 吃他儿子的肉 吃他全家的肉 你可以走了 中山国君为了恐吓岳阳 烹杀了其子并送来了肉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魏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忠心 但残忍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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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越大 思想越创新 且颇取异端色彩 子夏提出 学而优则是 倡导与世俱进的治国理念 从今日起 从今日起 先生就是华人的师父 给先生行礼 卫石家族的领袖 卫石家族的领袖魏司 诗人队层的领袖 诗人队层逐渐壮大 他们没有贵族的特权和财富 因此投身于学术和文化 子夏正是当时世人的灵魏宗师 在魏国西河地区 魏司魏子夏建立学堂 天下世人蜂拥而来 西河学派诞生 当时的大才 都在先生门下 魏人礼徽 魏人断肝木 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一个世人 一个君主 一个学派 共同开启了 新时代之门 李奎平民出身 是子夏的学生之一 魏司任用李奎 开始在魏国 霸张旗鼓的改革 李奎 从今年起 从今年起 所有宫士 和大族的爵位 不再世袭 有公者受爵 什么 君上 爵位世袭天经地义 不能说变就变哪 君上 不能说变就变 变哪 君上 不能说变就变 变哪 李逵 继续 从今年起 宫氏和大族的俸禄 不再发放 什么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这极有自己的 军上 没有了俸禄 我们可怎么活呀 是啊 军上 承门算了 你干什么呀 去打仗 去立功 就能活得很好 摘火 攻打中山 谁做将军呢 岳阳何事 军上 自古将兵者 非大夫莫属 岳阳乃一介平民 不可呀 军上不可呀 天已经变了 莫属传统 魏国没有出落 变法才能图强 军上 军上 小陈发誓 一定攻下中山 岳阳 寡人相信你 活力空前的魏火 发动了第一场战争 战争的指挥者 就是一个平民 岳阳 取消贵族实习的特权 将贵族的土地 分给平民 无论国籍和身份 以才华和贡献 获取名利 自周天子以来六百年 僵化的等级社会 第一次被打破 数量最为庞大的平民阶层 有了上升通道 一直被压抑的能量 如火山一般 喷涌而出 岳阳用三年时间 以铁血之勇气 一举攻灭了中山国 来 喝酒 供灭中山 室内大功 寡人再敬将军 一战 而灭国 在小尘之前 能有几人呢 岳阳 喝酒 居上 岳阳喝多了 除了将军 还有谁能攻灭中山呢 非岳阳 无人能攻下中山 岳阳是紫下的学生 为了攻灭中山 岳阳拾其子之肉羹 工业之心 完全碾压 人伦之情 将军在中山三年 指责将军的信件堆积如山 都没地方放了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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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也之人说 将军能吃儿子的肉 谁的肉不敢吃呢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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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 知罪了 岳阳 魏斯的眼光 超越了时代 因此能够激发 世人的力量 他深暗人心 因此可以驾驭这些 不无邪恶的大财 人坐 快 君上 君上 喝酒 华人是什么样的君主呢 诸位 请直言不讳 人君哪 人君哪 是啊 是人君哪 人君哪 这是人君 对 人君 人君 君上 得到中山 没有封给弟弟 却封给了儿子 怎 怎么能说 是人君呢 人 人做竟然指责寡人 雷皇 寡人是人君吗 小人听说 只有人君才有职臣 人做说话直率 君上 当然是人君 寡人失礼了 雷皇 把人做进回来 魏司 胸怀宽广 深得世人认可 在一个巨变的时代 天下的大财 因此都聚集到了魏国 你 扛车员至南门者 季首赏上等住宅 扛车员至南门者 季首赏上等住宅 没机会 是这样的好事 对 扛车员至南门者 季首赏上等住宅 真啥子 哪有这样的好事 季首骗人 这谁会 是啊 是啊 季首骗人 就是什么样的好事啊 季首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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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谁会信啊 骗人 骗人 谁信啊 骗人 郡守不会骗人的 郡守不会骗人的 这不傻子吗 就是啊 这不傻子吗 郡守说这话你也相信啊 这谁会信啊 傻吧 这咱进去啊 这傻子才信哪 傻子吧 傻子吧你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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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去 看不去 前面是傻子 傻子 停 帮我叫 吴启是一介平民 也出自西河学派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大头 上大头 上等住宅一坐 他不仅杀妻 而且不孝 恶名传遍天下 但魏斯独具慧眼 任命吴启 担任举足轻重的西河郡守 这是一个略不适出的大财 乌合之众 惊他之手 能够迅速蜕变为 令人生畏的力量 要攻打秦国的港庭 冲锋献阵者做大夫 赏上上等田地 一个是山后城门口集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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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什么事 军手要打蜻蜓 赶紧去拿武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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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启是一个罕见的军事天才 战国一事 只有白启和王俭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在西河 吴启打造了驰名天下的魏吴族 这支军队身体强健 纪律严明 其强悍程度一时无人能抵 公元前404年 魏司作为统帅 率领魏赵涵三家军队 攻入齐国长城之内 齐康公投降 东商不必担心 魏司不要齐国的土地 魏司要见天子 有劳工伤了 公元前403年 魏司脅迫齐康公 在洛义朝见周天子 周天子正式分封 瓜分了晋国的三大家族 魏赵涵为诸侯 开始吧 魏师为师为私 即日起风绝为侯 赵氏赵集 韩氏寒前 即日起风绝为侯 李治的春秋结束了 以实力论英雄的战国时代 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些晋国大夫 简直无法无天 大王 金飞西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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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 寡人老了 魏国该有一个相邦了 李逵 是一座相邦的 公子成 该座相邦 大王 相邦之位 事关设计 请大王三思 大王 大王 寡人累了 你们也回去歇息吧 魏斯 史称魏文侯 他重用世人 开变法之先河 魏国因此而成为 战国第一个霸主 然而 魏斯最终放弃了 平民出身的宅皇 魏人弟弟魏成为相邦 从内心深处 他对平民出身的世人 仍旧不能完全信任 没有人想到 这个决定 预言了魏国一百多年 波轨云厥的命运 先生为何这样傲慢 我为何不能傲慢呢 富贵之人傲慢可以理解 贫贱之人有什么傲慢的资格 国军傲慢 将会亡国 大夫傲慢 就会失去封定 贫贱之人傲慢 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不合心意 穿上鞋子就走 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田子方是西河学派的中流砥柱 文侯尊为导师 但是在文侯的儿子魏姬眼里 田子方还是贫贱之人 在西河担任郡守期间 吴启连败秦军 五万卫武族 曾经重创五十万秦军 黄河以西地区 竟归魏国 秦人因吴启 不敢向东而望 田文 大王 从今日开始 你 做寡人的相邦 魏文侯之后 魏姬即魏 这是魏武侯 宗帖 我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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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启是典型的世人 是宫名为一切 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相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将军有何事啊 统帅军队开疆拓土 我强还是你强 你强 治理百官充实国库 我强还是你强 你强 秦国不敢入侵 韩赵不敢妄动 我的功劳还是你的功劳 你的功劳 可为什么做相邦的人是你 国君刚刚即位 大臣不服 百姓不富 如果你是君主 朝政托付给自己人 还是外人呢 吴奇明白 平民出身 加上功高盖主的嫌疑 他很难获得相邦之位 敬将军 这个酒不好 换酒 国君家的酒 怎么不好 这是一出事先设计的戏 唯一的观众就是吴奇 公书错是魏国的贵族 魏武侯的第二任相邦 他想将吴奇赶出魏国 你竟然说 国君家的酒不好 国君家的女人性格暴力 得罪不起啊 得罪不起啊 这是好事 好事 将军孤身一人 姐姐正好寡居在家 不知将军心意如何 将军在犹豫什么呢 吴奇秉性孤僻 不敢高盘 将军什么意思 看不上国君家的女人吗 吴奇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新国君的信任 李响之门已经关闭 他离开了魏国 去了楚国 魏国就这样 失去了一个惊天伟地的大财 战国时代 世人只重功名 没有家国一手 几年之后 做了楚国相邦的武器 带领储君穿越黄河 攻打魏国 重创卫军 大王 大王 人寿有命 谁能不死 想帮走后 寡人向谁请教呢 我有一个随从 叫公孙杨 年纪虽轻 但有奇才 大王可用此人 公孙杨 寡人没有听说过呀 大王 大王如果不用此人 请马上杀掉 千万不可让他离开 否则未过 必有后患 相方放心 寡人记住了 安心养身吧 大王 大王 谁是公孙杨啊 公孙杨 公孙杨 大王 想方定得不轻啊 一会儿让我用你 一会儿让我杀你 到底是用你的 还是杀你呀 安伦 我刚才跟大王说 要么用你 要么杀你 你是我的随从 我现在劝你 赶紧离开魏国 相方放心 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 用我 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走吧 走 无起之后大约三十年 经公孙杨之手 傲慢的魏惠王 又放走了这个 叫公孙杨的人 冥冥之中 魏国亲手为自己 挖掘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几乎在同一时间 齐国人孙斌 受上将军庞涓邀请 来到魏国 孙斌没有料到 这是一个卑鄙而残忍的阴谋 上将军 上将军 庞涓对你不薄 为何要暗通齐国 这一定是有奸人加害于我 上将军切勿上当 政绩确凿 哪里来的奸人 上将军 来人 等我告诉君上 再行定罪 上将军 一定是有奸人 一定有奸人 上将军 一定有奸人 上将军 一定有奸人 一定有奸人 满 庞涓 我喝醉汁药 我喝醉汁药 魏惠王时期 魏国与齐国争霸 庞娟担心才华横溢的孙并 被齐国所用 危害魏国 我最自由 我最自由啊 你啊 不要咬碎了 庞娟没有料到 她的残忍将带来 什么样的结果 残忌之人 不能心灵 请先生 见谅 君上的庞娟 如此残忍 待我回齐国 大恩 叮当后报 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 孙并逃回齐国 适逢齐国如日中天的国事 中毒残疾的孙并作为军师 开始复仇 开始复仇 公元前354年 孙并唯唯唯就诏 在桂林打败庞娟 公元前341年 孙并剑造幼敌 在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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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十万位军 走投无路的庞娟 自杀 你们都出去 我和公子叙叙旧 许久未见 公子一向可好 先生是个大才 只可惜离开了魏国 魏王眼里没有我公孙秧 秧只能来秦国 在魏国 公子一直善待我 秧感激不尽 来 饮酒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兵者鬼道也 手段不重要 唯结果是之 对不住公子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快点 公孙秧 魏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这是公孙秧的逻辑 也是大多数世人的逻辑 马林之战后一年 被魏国放走的公孙秧 诱骗魏国公子魏昂 大败魏军 公孙秧 即商秧 商秧 变法 是秦国走上了霸主之路 而魏国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有人这样形容战国时代世人的影响力 一路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 而商秧的作用远大于此 他几乎主宰了一个时代 公孙衍是魏国西河人 他也为秦国效力 西河学派的徒子徒孙 源自魏国但大多成为魏国的对手 公孙秧之后 公孙衍率领秦军公卫 一场战役就斩首八万卫军 黄河以西之地 近归秦国 公孙衍之后是张仪 魏仁张仪担任秦国相邦 数十年时间 以连横之策 不断蚕食魏国 先生请 大王请 寡人老了 只喜吃羹 大王的羹 果然是美味啊 寡人食不甘味啊 先生知道 天下没有比魏国更强大的国家了 可是到寡人这里 东边败给了齐国 我的大儿子 也死在了战场上 西边 秦国夺走了七百多里土地 往南 又遭到了楚国的羞辱 寡人不连见先祖啊 长寿的魏惠王 是第三任国君 在魏52年期间 魏国失去了霸主地位 一蹶不振 世人成了魏国解不开的魔咒 魏人饭居有大志 尹家贫 无以见魏王 只能充当大夫虚骨的门客 来 喝酒 相邦魏齐审魏国贵族 一百多年来 魏国的相邦 主要由王氏子弟担任 魏氏家族 从未真正信任过世人 魏大人这个饭居 心怀不贵 你看 当年几日 魏国是不贵 他邀请 停 饭局 齊果是魏国的侍仇 我们这里竟然有人私通其人 就是你 范君 看你的面相就像个贱人 相报 范君不是贱人 给我打 范君不是贱人 是个贱人 相报 是个贱人 是个贱人 贱人 怎么了 范君不是贱人 打他 不是贱人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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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热气谋策 走 不要有想想帮喝酒 来 来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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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真是好酒量 该死的饭具 这个贱人死有余辜 这个饭具竟敢私通其人 真可恶 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我 我叫 饭具 放了我 来日 定他 报恩 金石 请 小人张禄拜见秦始 你叫张禄 回秦始 小人叫张禄 我的朋友张禄 谢秦始 死里逃生的饭具 改名换姓 在秦国使者的帮助下 逃往咸阳 秦始 是世人的乐园 战国后期 在秦国的挤压下 魏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远交进宫 蚕食土地的基本国策 就来自于饭具 魏国使者虚骨 求见相邦 使者认识相邦吗 我 我的故舅范淑 是相邦的门客 请为我通报一声 范淑 没听过范淑啊 不过相邦 以前倒是姓范 叫什么 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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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罪人虚骨 在此等候发落 虚骨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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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骨死罪啊 虚骨死罪 你确实该死 虚骨一时糊涂啊 你不配做人 你是牲畜 来人 叫情图未生出 这 昨日你给我增袍 说明你还念旧情 就留下你的性命 多谢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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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告诉魏王 将魏骑的人头送来 否则屠路到良城 多谢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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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剧因才华做了情活的相望 须古乌县之仇 他一直没有忘 顾字必报 说的就是饭剧 你们都出去吧 你们都出去吧 反局啊 反局 如何对待世人 秦国和魏国完全相反 秦国之崛起得益于世人 历任秦王对世人无不爱护有加 为了替反局报仇 秦昭王以武力威胁 曾经的相邦为其走投无路 只能自杀 公子何时 公子有大方的虎符吗 公子单车前来 只带了一个门口 就想取代我 大战在即 将军竟敢违抗大王之命 我是朱翰 谁敢 金比违抗王命 与其他人无关 我是魏无忌 大王的亲弟弟 公元前257年 秦昭王在长平之战后 企图一举攻灭赵国 信陵君切伏旧招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 他不仅是魏国 也是六国的一线曙光 无忌 无忌啊 你是寡人的弟弟 怎么能住在赵国呢 天下人怎么看我 无忌道歉虎符 犯了死罪 不敢见哥哥 过去啦 都过去啦 秦国又要攻打大梁 寡人担心哪 秦军 如果攻破大梁 毁了宗庙 你我 怎么见祖先呢 在生死存亡之际 魏王不得不任命 信陵君为相邦 信陵君以一己之力 联合五国抗秦 秦国一时无法动静 大王有令 请公子交回相意 秦人散布信陵君自立为王的谣言 多疑的魏王霸出了信陵君的相位 魏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大财 灭亡已不可逆转 哥哥 你还是不信任我 你还是不信任我 一百多年来 魏国一直无法逃脱这个魔咒 一边源源不断地制造人才 一边孜孜不倦地为对手输送人才 他们自大而多疑 有大财而不用 这些大财最终协助他国或削弱魏国的实力 或直接灭亡了魏国 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秦军攻占大梁城 魏国之王 王在魏氏王族的性格秉系 是 秦军 鱼子通逃 望与行尸 绣无歌谋 鱼子通愁 旧无意 鱼子通走 望与行尸 绣我毛巾 鱼子写作 旧无意 鱼子通商 望与行尸 行尸 行尸 脚冰 鱼子 鱼子通逃 鱼子通逃 望与行尸 鱼子通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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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子通逃